不是 朕放他回去 是想借他之口 告诉他父王横安的局势 请他出马 制造反正混乱的假象 然后就可以正大光明地 让李德云大人回来解决战乱 仇子良就不能阻止了 就像今天 仇子良不能阻止陛下回宫一样 虚狼主虎好近 所以 刘弥莎到底跟你说什么了 他 他他他他他他跟我说什么 他他他他说什么我 我没明白 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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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怎么了 现在的药效过了 我扶您 来 来 好 我不走 就再找我 哪儿也不去 韩芸的事说 我着急了 作词 李宗盛 我看将军就是在这儿 替我当初愿见 让我和爷爷逃出去 喝吧 喝了酒 睡一觉 统统忘掉 我没有资格喝酒 也没有资格睡 更没有资格忘记 我本就是靠出卖良心 背叛恩人 抛去了道义才够活下来 我说我自己手上不沾鲜鲜 可我手上已满是鲜鲜 同伴的鲜 恩人的鲜 无辜者的鲜 为什么平平是我活下来了 为什么要我活下来呢 我活下来 要你活下来 喜欢你们的鲜鲜 anxious 这点是鲜鲜 每个人到你都干了 什么都要与你 什么都要来 我们的鲜鲜 们也有资格 我正是不许多 而女都要探索我们的鲜鲜 还是要把黑猜 你真的要不得了 我只能做到 那我相对了 你惜dad这方面 加上纷人的角度 只有我 才能帮王家恢复情欲 只有我 才能让那些患党付出代价 所以我没有此刻忘记痛苦 悲伤 自恋自依 也许 你去查这几日 承袭都做了些什么 还想回国家更要看见 还有 又想到你 想办法打探到 连连都跟他说了什么 是 十三 十三 你终于来了 大人 又想的意思是 他办事不力 请大人责罚 那倒不必 你只需要告诉本宫 双炮是怎么死的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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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